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那一年寒冬,我爹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回家,女人跪下就对着我娘叫了一声姐姐。 爹说,这个女人和我娘一样身份,以后就是平妻。 我看到了娘眼中的愕然,那一晚,我娘屋子里的油灯亮了一夜。 第二日,我娘便问我爹要了一封修书。 当年嫁你之时,你在我爹娘坟前立誓,一生只能娶我一个,既然做不到,便放我走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阳光照在娘的脸上,美艳不可方物,神圣不可侵犯。 本来我爹说,可以跟我娘和离的,但我娘说,男人最重要的是脸面,和离伤了他的脸面,不如给个修书。 我爹带着他那抱着儿子的美妾,羞愧地低着脑袋说道, 四娘,是为夫妇了你。 当年为了救你伤了身子,不能为赵家传宗接代生儿子,是我无能。 如果赵郎觉得对我有亏欠,便让我将嫁妆和林郎带走,里面有我父母的遗物,我想留个念想。 至于林郎,他看向我,我以后怕也不会有孩子了。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跌跌点点头,你的嫁妆本就是你的所有物,自然可以带走。 至于林郎,我明白,以后你年纪大了,也得有人在跟前尽孝。 一切格外顺利,我一直以为以我娘泼辣的性格,怎么都会暴打我爹一顿,至少也要抓花了她的脸,才肯罢休。 因为前几日,隔壁那彪悍的娘子偷偷将厨房的污水泼到我家后下,我娘就是这么干的。 从此以后,那五大三粗的娘子见了我娘,都低头走。 可是,我娘什么都没做,只是带着我和嫁妆,临走的时候,还温柔地摸了摸我爹那可以传宗接待儿子的手,对那位新入门的妻子孙氏道,该有两岁了吧。 不呢,还得过两月才两岁,孙氏大约是怕我娘伤害孩子,赶紧抓回了孩子的小手,战战兢兢地回答。 我娘笑得越发开怀,拉起我的手道,林郎,跟娘走吧,以后你就姓林了。 我不高兴,我不要叫林林郎。 于是我娘想了想,点点头,那就叫林郎吧,也挺好听的。 我娘父母双亡,嫁人的时候,唯一的嫁妆就是那两个可以捧在手里的小箱子,我那祖母根本都懒得打开,还一脸鄙夷的神色,仿佛再说,就这么点东西,还惦记着带走,真是穷人家没见过世面。 彼时,我爹已经是一线父母官僚,年轻有为,仕途坦荡。 我娘离开赵家之后,第一站就去了当铺,当了两个玉佩。 我有些担忧,娘,这不是外公外婆留下的遗物吗? 娘笑道,你外祖留下的遗物多了,不差这两件。 当我娘用当的钱买了一辆豪华的马车,还雇了一个技术极好的车夫带我们去京都时,我更担心了。 我们应该不会饿死在京都大街上吧? 马车在路上行驶了半个月,我们一路上住最好的客栈,吃最好的美食。 我虽然每天,但心钱不够花,但海鲜和烤鸡烤鱼都超级好吃,我每天吃得小肚子鼓囊囊的,只想睡觉,思考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半个月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宅子门前,娘亲把钱袋子里最后三定银子倒在了车夫手上,让她回去了。 我眼巴巴地看着银子和空空如也的钱袋子,仿佛看到那些烤鸡烤鸭,已经离我远去。 娘,我们是不是没钱了,从小受祖母耳濡目染,我才六岁便意识到钱的重要。 买房子费钱,雇人干活费钱,买菜买油费钱,还有,养我这个赔钱货更费钱。 这都是祖母说的,以后,把你祖母每天在你耳边叨叨的话都忘记吧,娘亲温柔地蹲下身,扶了一下我的肩膀,从随身带的小盒子里拿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这就宅子的门。 门内有个正在庭院内洒扫的老人家,看到我娘之后愣了半嗓,忽然老泪纵横,小姐,你可回来了。 小姐,这宅子竟是属于娘亲的。 何伯,把咱们家的铺子都开起来吧,娘只说了一句。 那个被称之为何伯的老人家激动得一丢扫把,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还叫着,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娘亲自从来到京城之后,就经常换男装出门,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只觉得家里吃的用的穿的都越来越好。 但是她从来不许我穿男装。 她说,女儿家就应该有女儿家的样子,不要搞得不男不女的。 所以,从小我就穿最华贵的衣服,吃最精美的食物,房内还有五六个丫鬟嬷嬷嬷,有教我女工的,穿衣梳妆打扮的。 当然了,少不了还有专门的先生教我读书识字。 听人说,教我读书的那位先生是全都城最有才学的人,不过我觉得那肯定是别人为了让我听话乱传的。 这里可是京都,北梁的都城啊,我娘怎么可能请得起全都城最有才学的先生。 话说回来,先生讲学确实有趣,我每次都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十年过去了,琴棋书画我样样精通。 唯一一件与女儿家没有什么关系,又得母上大人同意我学的,便是武功了。 听说教我武功的师父,功夫也是天下第一,为了让我多学点东西,一个个都来,匡骗我。 我身边那些,个个都是天下第一,感情世上所有的第一,全往我家跑了呗。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在不知道第几次翻墙到隔壁院子里的时候。 我终于还是说出了我的疑惑。 隔壁院子只住了两个人,萧怀之和他的书童阿语。 我嫌萧怀之不好念,就叫他公子萧。 公子萧是个有着温柔笑意的落魄公子。 我到京城半年,听到隔壁院子传来读书声,一时好奇用刚学的三脚猫功夫翻墙过去, 一不小心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而认识。 那年公子萧十五岁,阿语二十。 与公子萧不同,书童阿语天生少表情,不苟言笑,我不太敢跟他说笑, 但公子萧看上去却很好相处的样子。 自那以后,我便三步五十翻墙去找公子萧完。 阿语每次都冷着脸,嫌我打扰他家公子念书了。 于是我振振有词,我也是跟夫子师傅嬷嬷们请了嫁才过来的。 你家公子不过就是耽误了读书,我可是耽误了好几下。 这么算起来,你家公子转大发了。 阿语张口结舌,然后被公子萧请了出去。 他的院子里总有好吃的糕点,能勾起我肚子里的蝉虫。 我喜甜食,但娘亲说,甜食吃多了会胖,为了不让我当了胖姑娘,娘亲不准我吃甜食。 唯有在公子萧这里,我才能畅快一番。 公子萧,我以后嫁给你吧。 这样我以后一直有甜食吃。 十岁那年,我被甜食所获,一脸真诚地跟公子萧求婚。 那天正午的阳光特别好。 照在他脸上有种魅惑人心的俊美,让我忍不住想要将他收入囊中珍藏起来。 好,没想到肖怀之也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还拿走了我的玉佩当作定情信物,他却什么都没给我。 算了,听阿语说,他家到中落,只留下这祖上的宅子,身无常物,应该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定情信物吧。 他大我九岁,届时在我娘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听说尽心尽力,做得十分出色。 对了,那时节,我娘已经是北梁第一富商临园外了。 他的商业版图,遍及吃穿用行各个方面,商铺遍布全国,甚至和周边国家都有贸易往来。 市井有传说,北梁国库里的银子都不如我们林氏钱庄里的银子多。 我娘除了不准我穿男装之外,其他道士一英都教了我,包括做生意。 等我长到十六岁,我对林家铺子的各种生意早就烂熟于心。 可是,我娘明明说将来要我继承家业的,怎么无端端又给我定了亲呢? 我不嫁。 娘亲从小就跟我说,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就算一辈子不嫁你也支持我的。 大人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 那你不嫁他,要嫁给谁,娘亲倒也不恼,只是笑眯眯看着我,怀之吗? 我点头,我就要嫁给他。 可他不过是一介白衣书生。 你忘了,你爹当年是怎么抛弃我们母女的吗? 这确实是我心中的结,但我低头,那不一样,我就在有万贯家财,他可以入赘我家,想来断不敢背叛我。 他身无分文,待你也只有一颗真心,真心有何用? 我想着,你好歹刺激刺激他,让他去考个功名,你将来也要有依仗,不然男人一无是处,将来也自卑。 这话倒也对,只是,当年娘供着爹爹考进时,苦熬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被扫地出门,我和娘亲什么话都能说开,扎心的话说多了,也就没那么疼了。 娘亲呵呵一笑,你放心,咱们的福分在后面呢,别老惦记那个老男人。 娘,那个老男人十年功夫都做到载府了,平步青云,妻妾成群,儿女绕西。 娘亲笑得越发开心,点了一下我的鼻子,你觉得平地摔跤比较疼,还是从悬崖顶上摔下来比较疼? 这还用说吗?娘,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知道就行了,女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今年才三十多,还有大好年华,娘亲笑起来,风光纪月一般。 这么美好的女人,我爹居然给丢了。 我定好了亲,就见到了十年都没见到的那个老男人。 四娘,你让林郎嫁给惠心的舅舅,这是乱了辈分哪,一进门。 当朝宰相大人就气呼呼地瞪眼吹胡子。 孙惠心就是就在宰相大人召觉的正牌夫人,那个带着儿子把我们母女赶走的孙氏。 赵大人,林郎姓林,和孙家哪来的辈分一说? 我看那高公子文才武功都是一等一的,算是良配,娘亲一脸淡定。 四娘,你非要这样报复我是不是? 我和娘都被气笑了,十年了,娘亲甚至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男人。 偶尔有人问起我爹,他的眼光平静淡然,没有恨意,当然更没有爱意。 我小时候也会小心翼翼地提爹爹这个词,后来发就我娘根本不在意, 这才撒开了说,只有不在意,这个人才不会成为忌讳。 慢慢地,我也懒得提了,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爹爹,我的生活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甚至因为家里没有了祖母的谩骂,邻里的挑衅,我的日子不知道比小时候好了多少倍。 娘亲致力于教我真善美,但也绝不作烂好人,于是我十年后再见到赵爵,只当他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赵大人,当年是我自己要的修书,我们之间谈不上报复,娘亲还在解释, 她平时不是那么有耐心的人,难道是因为对方是宰相大人,怕得罪了她不好? 我想要说话,却被娘扯了一下袖子,她让我不要说话,没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哟,老爷,原来你来姐姐这儿了,你也不早点跟我说,我也好准备点礼物上门,就在空着手,旁人要说我不知礼数了。 是孙氏?还是娘亲牛逼啊,治标又治本,自己大可以装个白莲花? 孙家的事,当然是孙氏来解决。 我偷偷冲着娘亲伸出大拇指。 林四娘,你好样的。 姐姐这些年,一个人养着狼儿不容易,你怪她做什么? 我也是听我娘提起,才知道这件事。 我外公做的主,娘也不知道,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她会回家劝我外公的。 孙氏娘家跟着赵爵也占了不少光,女婿风光了,于是七大姑八大姨都被举荐进了朝廷各种部门。 她那风流的外公也不甘示弱,小妾找得比自己孙女都年轻。 至于我娘顶着林园外的名号成为北梁首富这件事,赵爵和孙氏完全不知情。 所以在孙氏看到我们这个虽然大,但有些陈旧的宅子时,眼中鄙夷的神色都不加掩饰。 没办法,我娘就是喜欢古朴的风格,就说这待客大堂内的香炉吧,都五百多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地摊上掏来的旧货。 再看看太师以后面的那两幅画,边角都破损了,虽然娘亲叫了记忆高超的师傅来修补,但毕竟七百年前的东西,在之前主人手里保管得不太好。 还是多了写时光的痕迹,不过孙氏不知道,难道尽是出身的当朝宰府大人也没发救吗? 事实证明,人家不是没发救,人家压根就不在意,在她眼里,我娘就是个穷酸商户的女儿,也就留了这个地段还不错的就宅子给她罢了。 那些需要仔细辨别的古董,就算她察觉可能是真的,也因为之前的刻板印象,在心理上先否认了。 既然是这样,那便最好了,赵爵看着孙氏,很满意地点点头,回头又看看我娘。 四娘,你一介女流,还是少了些人脉见识,往后可不能如此胡闹了。 赵爵夫妇走了,我看着娘亲,娘,你不会真想让我嫁给孙氏的弟弟吧? 我看过那个孩子,大你四岁,是个好的,也算是逮逐出好损,嫁给他,你可不亏。 我垮了脸,娘,你不是天天说你女儿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怎么就在谁都能配得上我了? 我女儿当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娘亲不否认,放心,一切都在为娘的掌控之中。 但愿如此吧。 我有些担心,但这么多年来,娘亲似乎从未让我失望过,我觉得还是应该信任她。 结果我不急,公子消极了。 你当真要嫁给那姓高的,她怒气冲冲地跑来找我,你不是说等你长大嫁给我的吗? 我认真想了想,小时候胡乱说的,也算数吗? 嫁取之事。 怎么能胡乱说? 那让你入赘也可以吗? 我抬头看着她,我娘就我一个女儿,我定然是要守在她身边的。 公子消愣了一下,沉默。 看,你犹豫了,我嘲笑,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你家没有其他人,你还身无常物,我家家财万贯,我娶你进门不行吗? 公子消敏一下唇,继续沉默。 我真诚提议,我娘说怕我嫁给你受苦,让你去考个功名,你便努努力,春围得个尽势来求取也行。 林仪是这么跟你说的,公子消似乎略有些意外。 怎么,我娘没跟你说考功名的事,我更意外。 公子消点点头,提了一句,那你答应了,还在考虑,就算是为了我不能答应,因为你,我才考虑。 如果没有我,你打算在我娘的铺子里当一辈子的帐房先生吗? 又有何不可? 我一时掖住,人各有志,我娘对她的要求,倒也不是我对她的要求,更加可能不是她对她自己的要求。 强迫别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不太道德? 你知道我生父的事情吗? 我忽然问。 公子消迟疑了一下,林仪跟我提起过。 我娘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发达之后都会变心,娘亲为了我,也算用心良苦。 原来如此,公子消点点头,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我都没明白。 那日谈心之后,公子消就变得很忙,娘亲也变得很忙。 连带的,我也变得很忙,因为店铺的事情, 都丢给了我。 好在她教了我十年,店里的事我处理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只是往日李娘从来不许我抛头露面, 就如今却把我推到了人前。 为了防止赵爵认出我,还给我准备了面纱。 我六岁的时候,赵爵还只是一个七品县令, 我和娘亲提前来到京都,店铺开了一间又一间,生意越做越大, 那时候她还一直在外地各种调遣, 所以并不知道这林园外就是她的前妻林四娘。 等到娘亲的生意上了轨道,她的一荣术又精进了, 林园外已经成了一个带着两铁八字胡的小老头, 就算面对面碰到,赵爵大概也认不出来吧。 我就不同了,他前几天才刚见过我。 当然了,赵爵这个新任载府新官上任, 忙着笼络朝廷官员都来不及, 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关注一个商户, 哪怕是北梁第一富商。 文妥为上,我每天都老老实实地戴着面纱, 不能给娘亲拖后腿。 没想到我面纱一戴,还带出了名气, 不少公子哥慕名而来, 说林家各处的铺子时常会看到一个戴着面纱的美人, 是林家未来的少掌柜。 女人当掌柜,本来就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 更何况还是家大业大的林家。 房间很快就有传说, 大概是林园外西夏五子, 若是将家业传给女儿, 可能只能朝旭入坠了。 于是很多男子们都想来碰碰运气, 万一不小心被林家小姐看上了, 少奋斗几辈子啊。 我倒也无所谓, 人来多了, 生意兴容, 大庭广众下, 他们也闹不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 只是那日来了一个白衣公子, 忽然冲到正在看账本的我面前, 拿出一个折扇, 他一声展开来, 盯着我看, 你就是那林家小娘子。 我抬眸看着他, 不明所以, 只是有些奇怪, 这大冬天还带着扇子出门, 怕不是脑子有病。 自我介绍一下, 比姓高。 我心中顿时一惊, 这位男道就是娘亲给我定下的那个很有教养的高公子。 看上去怕是可以当我爹了, 并非是年龄相仿啊, 难道是长得着急了一些。 前些日子, 林园外上我家, 给涉地定了一门亲事, 说是他家侄女, 莫非就是你。 原来是侍主的哥哥, 我垂下眸子, 婚姻大事, 听长辈做主。 我私称的是, 若是高家都能想到我是谁, 那赵爵呢? 他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他的女儿, 就是林园外的侄女。 娘亲将我推到目前的时候, 应该料到过有这一天了吧。 五哥, 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我正想着如何应对这个男人, 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很快, 一个轻衣男子走了进来。 就在进来的这位, 倒也算得上长身如玉, 容貌吗? 如果没见过公子萧和阿语的话, 他倒也当得起俊俏二字。 至少京都城五甲还是可以进的, 如果我那生父赵爵再年轻个十五岁, 也可以与之一争。 十一弟, 我这不是帮你出气吗? 高五理直气壮, 你媳妇都要被人拐跑了, 你一点都不急。 我去, 孙慧欣他外公可是真能生啊, 这都已经十一个了。 他这舅舅姨妈一大帮, 家族可是真够大的, 怕是花了赵爵不少钱来养活吧。 高家也不是什么高门大族, 但高老太爷沉迷于生儿子不可自拔。 只是他天生没有儿子命, 老婆小妾娶了一堆, 也就高五和高十一两个儿子。 算算年纪, 高十一今年二十, 才比我大了四岁, 还比他的外甥女孙慧欣小了八岁呢。 高老太爷沉迷于生儿子, 而高家出嫁女儿也是妥妥的福地魔, 嫁得不算达官显贵, 但也是没少往娘嫁送钱养弟弟。 特别是孙慧欣嫁给赵爵之后, 高家人更是觉得找到硬靠山, 全家都要鸡犬升天。 往年高老太爷都是托人牙子 买那最便宜的小妾, 等着赵爵步步升官。 他取小妾的规格, 也跟着水掌船高, 从青楼头牌, 到小家碧玉, 到大家闺秀。 总的来说, 就得花不少银子当彩礼, 不然人家凭啥乖乖, 跟他回家生儿子。 而他的那些儿子女儿们, 也有了不少好去处。 就比如这个高五吧, 不学无术, 老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帅, 四十多岁了, 考了二十多年进士都没考上, 最后在京都衙门混了个师爷当当。 京都衙门不止一个师爷, 他就是混个俸禄。 没办法, 他是宰相夫人的舅舅。 如此种种破事, 高家孙家可没少干。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问就是我娘手上有京都文五百官达官贵咒的所有公事私事密册, 那都是一卷卷放在我家的密室里。 我娘从来不禁止我进入密室, 没事的时候, 那些密册就让我当画本子看, 从小到大, 我将那些事都看了不止二三遍。 特别是跟赵爵有关的, 我肯定是更要多看几遍的。 所以, 当我听到眼前的是高五和高十一时, 他们家的那些乌糟事, 什么高老太公, 又那了几房小妾, 去找回春堂, 买了几回回春碗, 高老夫人又气地砸了礼堂, 孙惠心她娘又把夫家的钱财贴了多少给老爹, 又问当宰相夫人的女儿要了多少提起银子。 如此种种, 那不比外面的画本子精彩吗? 我这亲事还只是口头说说。 回头就被孙氏搅黄了, 结果人家一看我有钱, 能帮他们高家孙家养活外事行为? 小妾什么的, 这就讹上我了呗。 进门时刻, 我这酒楼, 桌子椅子盘子碟子都是花自家钱买的, 砸坏了我心疼, 所以我笑起来, 摆出一副主人家的款式, 对二人道, 原来是二位高公子, 赶紧楼上雅座请。 很快, 我让人备了上好的韭菜端了上去。 雅座内只有我们三个人, 高五起身, 忽然拽过我的面纱, 弟妹都是自家人, 这玩意儿就不要戴了。 我惊恶万分, 看着面纱缓缓飘落, 都忘记了要马上捡起来。 同时呆若木鸡的, 还有高家两位公子, 好美。 娘亲让我戴上面纱, 除了怕被赵爵知道我们是北梁第一富商的身份外, 还因为我完美地遗传了她的美貌。 邻家的产业很多, 大部分都要抛头露面, 有酒楼、 赌方、 青楼、 当铺、 曹运路运也做得风生水起, 若是被人发就我的美貌, 只要是要生出不少事端。 就在我看到眼前两个男人睁大的四只眼睛, 我就知道我娘的顾虑没有错。 迟疑了一会儿, 我才反应过来, 赶紧捡起面纱, 对着雅座内靠门口的铜镜重新戴上。 嗯, 弟妹这样的容貌, 确实应该戴上戴上, 高五呵呵笑。 高十一看着我, 梁九回神, 林姑娘。 家兄唐突了, 不碍事, 高公子。 我叫高显, 比你大几岁, 你可以兄长之礼称呼我。 兄什么长, 我叫高远, 你可以随十一叫我五哥, 你叫他显哥哥就行, 高五倒是真不客气。 这两人的名字我当然知道, 但我不能暴露, 于是跟他们行了礼, 五哥, 十一哥。 这未免生分了些, 高远不满意。 我去再给你们准备两壶酒, 我忽略了他的话, 退出房间。 这一排有好几间雅座房间, 各种声音挑出来。 听水楼的花魁文俊娘子三天后要登台现役, 要是能看上一眼, 真是死也瞑目了。 算了吧, 十两银子才能进听水楼的门, 三十两只能看一眼, 太贵了。 你家祖上可是大官, 家里随便找一件东西去凌羽阁当了, 别说是去看上一眼, 就算是当那文俊娘子的入幕之宾,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近北梁皇帝病重, 太子回朝监政, 我看这京都, 怕是要乱哪。 可这皇帝的寿命到底为几何, 也不好说呀。 九楼就是这样, 讨论什么的都有, 每天都能听到很多。 我笑笑, 都当作是耳旁风。 我与高家两位公子混熟后, 无意中透露出, 想在城东新开的铺子大厅放一块太湖石, 只是高雅不俗的太湖石难寻。 高远高显一听, 盲说这算什么事。 高老太爷素洗收集各种石头, 这东西高家多得是。 说完, 二人立刻带我回了高家的藏石库, 高远还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 你看上什么就放心拿, 这里的石头啊, 是我父亲从北梁各处运来的, 什么样的都有。 我看着满屋子的骑行怪时, 忍不住感慨, 这位高老太爷真的是玩物丧志的典范了。 这些石头不值钱, 可这运力就贵了, 特别是那些滇藏, 太湖等运来的大石头, 一二人高, 怕是路上不知道折腾了多久, 花费了多少工钱, 才得以放入这藏石阁的。 我看上了最中间那块石头, 这不大不小的, 放在大堂台子上刚刚好。 林姑娘喜欢我, 让人给你搬到马车上, 高显见我真的有喜欢的, 她也是欢喜得很。 对比起高远那油腻样, 那高显总体还是很真诚的。 我又看上一个长条形的石头, 笑道, 这东西要是拿来当镇纸, 还真是极好看的呢。 林姑娘要是喜欢, 不如就一并带走吧, 高远替弟弟答应了下来。 我迟疑, 这, 又多拿了一块, 不太好吧。 我们兄弟本来就答应你随便拿, 既然喜欢, 拿走便是高显加了一句。 我心安了一些, 那等酒楼开业了, 二位公子可一定要来, 到时候吃喝都算我的。 高远摇摇头, 都是一家人, 弟妹不用这么客气。 我没接话, 已经被高显打断了。 他确实算得上处处为我考虑, 要是没有公子萧, 指不定我会心动,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毕竟他这皮像 也还算过得去, 我就是喜欢美好的事物。 我的马车 带着两块石头离开高家, 刚进家门, 就被人拉走了。 我的狼儿这几日 在外面玩得可真是开心。 是公子萧。 你回来了, 我欣喜若狂。 许是我的欣喜太过明显, 安慰了萧怀之的内心, 他的语气也软和了一些, 竟还记得我。 你是我的公子萧, 我当然记得我拉住他的袖子, 献宝一样把那长得有几分奇怪的长条阵纸递给他。 你看我拿到了什么? 我一看到他, 便知你会喜欢。 从高家拿的, 他似是有些嫌弃。 那你要不要吗? 我嘟嘴撒娇。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收了公子萧拿过石头, 也不客气。 还有, 那块大石头, 你真打算放城东九楼大堂。 我笑, 那块石头一看, 就与京城的石头不同, 咱们开店, 不就得与众不同吗? 公子萧点点头, 也有些道理, 可那是高家的石头。 你也用着高家的石头不是吗? 他反应过来, 点点头, 也好。 春围考试准备得如何了? 我笑问, 放心, 定能娶你进门, 眼前的男子忽然搂住我的腰, 低头笑道, 便这么迫不及待当我萧家的新娘。 我瞪她, 小心我娘回来。 你娘这些日子不在京城, 我美好气地道, 你不是不当邻家的帐房了吗? 怎么还这么清楚我娘的动向? 她嘴角笑意更浓, 未来岳母的动向, 总还是要关心的。 行了, 太晚了, 别被人发救了。 公子萧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我, 拿着我送她的镇纸走了。 我忘了问, 一直贴身跟着她的阿语, 怎么不见了? 赵爵又来了, 这次气势比上次更甚。 我娘不在家, 我接待了她。 琳琅, 你怎么也跟你娘一般胡闹, 看来她找人去查了我们娘俩这些年的动向。 赵大人说的, 我不懂, 既然早就不姓赵, 我当然也不会叫爹。 赵爵皱一下眉头, 你何时有了一个富可敌国的舅舅? 我迷茫地摇摇头, 娘的事情, 我从不插手, 她让我叫舅舅, 我便叫。 赵爵皱眉, 带了几分厌恶, 你跟你娘怎么一点本事都没学会, 什么都不知道, 你娘是个特别有主意的, 看你这唯唯诺诺的样子, 像什么样子。 我低眉顺眼, 娘也这么说。 所以, 让我去舅舅的铺子里锻炼锻炼, 是该锻炼, 赵爵环顾四周, 眯起眼睛, 也不知道你娘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 让高显非得娶你不可。 还有, 这事儿, 高显在我面前, 一直都是彬彬有礼的, 原来在家闹腾着, 非我不娶, 还说家里要是不同意, 他就出家当和尚去, 可把高老太爷给心疼坏了, 没事就在家骂孙惠心母女, 说他们是高家的两个丧门星。 那孙惠心的母亲高氏, 可是出了名的伏地魔, 哪里能让自家亲爹和弟弟过得不顺心。 当下回家就骂了孙惠心, 不许他再反对舅舅的婚事。 就如今, 两家闹得不可开交, 他赵爵的家里想必也是鸡犬不宁, 所以今天便特地来找我晦气的吧。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我没有自主的权利, 我一副任人鱼肉的模样。 赵爵气得吹胡子瞪眼, 我是你爹。 户籍上, 我是林家的孩子, 没有爹, 佛也是会有三分怒的, 没用的时候抛弃, 这会儿跑来行使当爹的权利, 是不是过分无耻了一些。 可惜赵爵此人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一把拉住我的手, 走, 跟我回家, 把户籍换过来就是。 我轻轻使力, 就从他手上挣脱, 随后退后两步, 我娘让我在这里等他回来, 我哪儿都不去, 你, 他还要来抓我? 奈何他不过是个文弱书生, 他进一步, 我就退两步, 他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 若非念在他是我生父的面上, 我早就一掌将他推到门外去了。 不过早有家丁过来询问, 小姐, 可有事吗? 送这位赵大人出去吧, 我灰灰衣袖, 到底是不胜其扰了, 懒得装样子。 你个不孝女, 孽障, 赵爵被一边一个架住了手臂, 觉得斯文扫地, 也绷不住了, 索性破口大骂起来。 我挑挑眉, 滔滔耳朵。 还好他不会武功, 不然有得吵, 如今总算是被拖出去了。 最近林家的铺子接连遭遇了一些变故。 大冬天的酒楼吃出了蟑螂, 赏宝三十余年的老掌柜在当铺内收尽了假货, 文俊娘子卖一不卖身, 被人强行骚扰, 赌场有人出了老千还说是赌场赢了不给钱。 如此种种, 这些日子我处理得焦头烂额。 赵爵能一路从小县令升到宰相, 不过用了十年的光景, 当然不可能单纯只靠他勤奋努力, 博学多才。 早十三年前惊陷洪灾, 我娘从泥石流坍塌的山洪中背出了奄掩一息的赵爵。 而在此之前, 赵爵将当年微服出巡的康王 从滚滚而落的石头堆里推了出去。 从那之后, 他便平步青云, 从县城到县令再到宰相, 年年高升。 北梁百姓都知道, 当今皇帝膝下无子, 康王是他唯一的弟弟。 所以, 当今皇帝收养了康王的第三个儿子当太子。 这康王将来是要当太上皇的。 这也就是赵爵升官快还如此嚣张的原因。 他可是未来太上皇的人啊。 我等小老百姓, 又怎么能是他们这样全是滔天的高官的对手呢? 娘亲又不在身边, 我不得已, 索性把京城邻家的铺子关了大半。 这一来, 整个京城的经济都显得萧条了不少。 没几日, 谣言四起。 说是当今皇帝病重了, 连铺子都不让开了, 显得整个京城萧条颓败。 于是赵爵又来了。 怎么铺子不开了, 你舅舅就不知道管管。 我莫名其妙, 最近铺子出了不少事, 索性都关了。 京城的铺子, 有七成都是你们邻家的, 你都关了, 百姓生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也没法子, 舅舅相信我, 我总不好将他的产业砸在我手里。 赵爵气劫, 邻家富可敌国, 这一点钱都亏不得吗? 商人重力, 要是亏钱, 怎么做生意? 赵爵, 如今太子监国, 你这么做, 不怕朝廷降罪吗? 我犯了律法哪一条, 哪一条都没有规定 自己铺子不能关的吧? 他不过是怕他那后台的儿子日子过得不好, 回头被还没驾崩的当今皇帝给废了吧。 虽然说当今皇帝没儿子, 但奈何皇族人丁兴旺? 亲弟弟的儿子就有好几个, 堂兄弟的儿子更不少, 利谁不是利呢? 但是与我何干? 与我邻家何干? 赵爵再次灰溜溜地走了, 娘亲回来了, 跟阿宇一起回来的。 我有些愣神, 阿宇不是公子萧的书童吗? 不过看两个人站在那里, 不知怎么就觉得般配。 我娘十八岁生的我, 如今也不过是三十四岁, 保养得意, 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 跟阿宇似乎是同龄人。 一定是我看错了, 我娘辛辛苦苦养我十年,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公子戈尔园外郎君前来求取, 她一概都没有答应。 其实, 我倒是很想她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 也不知道是赵爵给她的伤害太大, 还是钱的魅力大, 总之这些年, 她都是孤身一人。 我若是嫁了人, 她一个人多孤单。 所以很早的时候, 我就想招个女婿进门, 我觉得公子萧就不错, 不过她总是担忧, 不同意这门亲事, 就在右逼着人家去考科举。 万一人家考上了, 应该也不会入赘了吧? 我嘟嘟嘴, 也不知道我这娘亲到底怎么想的。 赵爵来找了你不少麻烦吧? 她一见到我就问, 总算还惦记着我这个女儿呢? 我叹口气, 娘亲既然回来了, 那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娘亲沉默半赏, 看着我, 你真的看不上高显。 她是个好人, 我点头, 但我心中只有公子萧。 娘亲看看阿语, 又看看我, 太医说, 皇上, 怕是就在这几天了, 这么快, 我愣了一下, 那, 放心, 你既不肯嫁给高显, 那娘肯定要帮你到底, 只是这条路, 肯定难走, 娘亲说完, 看着我, 明日, 你便入宫吧。 这一天, 到底还是来了。 第二日一早, 宫里的圣旨就下来了。 圣旨大义是林家四娘有女, 年方二八, 秀外惠中, 端庄秀丽, 为我朝女性楷模, 册封太子妃, 即日入宫成亲。 这么着急, 当然是招我为当今皇帝冲喜去的。 还好嫁的是儿子, 不是老子, 虽然不能圆我朝旭入赘的心, 但这位置多少女子向往, 坐一回, 也算不枉此生了。 宫门口, 那往日的青衣少年, 今日换了一身大红喜服,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拉过我的手, 小声道, 再不娶, 怕是要守孝三年才能成亲了。 你就这么急吗? 我皱眉, 我还想多陪我娘几年呢? 你放心, 入宫之后, 她可以随时进宫看你, 可好, 我眉开眼笑, 多谢殿下, 你还是叫我公子萧听着舒服, 那以后我叫你太子萧好了。 我看上的人, 便是当今皇上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一直安排住在外面的皇帝亲子, 真正的太子, 萧正。 赵爵怕是怎么都想不到, 就在她为了阻止亲生女儿 嫁给妻子舅舅 这种荒唐事情发生的时候, 萧正已经悄悄回宫和皇上见面。 这些年, 皇上膝下只有两个公主平安活下来了, 却没有一个儿子能活到成年,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宫中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所以, 萧正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悄悄送到了康王府, 再由康王送到了宫外。 接着, 康王又带着他子虚乌有的三儿子进宫, 皇上看中之后, 过继了康王三子为儿子, 并立为太子。 事实上, 宫里那个是假太子, 宫外这个才是真太子。 只是渐渐地, 康王对太上皇这个位置动了歪心思, 于是趁着皇上病重, 想要他的命, 萧正听到消息, 抓紧回了宫。 考取宫名这四个字, 不过是他回宫夺权的代号罢了。 至于他的消息来源, 那就更简单了。 太子消身后有林家, 北梁皇朝暗门林家。 我娘叫林四娘, 家中台杭寺, 说明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 只是都为国捐躯了。 只是他们的名字不能为大众之道, 只能写在朝廷的功勋簿上秘密收藏起来。 而此刻, 谋划许久的叛乱终于还是发动了。 康王在前, 赵爵在后。 大军在宫外, 他们只带了几百亲兵, 此乃假太子。 真太子在此, 赵爵可真是康王的忠实拥护者, 连话都帮忙说。 有何凭证? 萧正十分冷静。 本王是太子的生父, 本王就是凭证, 康王说得理直气壮。 萧正淡淡笑道, 你是觉得父王昏迷不醒, 不能跟你对质, 便有恃无恐了吗? 本王不要跟你这个稀背货说话, 实相地赶紧让开, 本王还可以留你一条全尸。 好大的口气呀, 萧正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 康王, 不如你看看这是什么? 他手上的, 正是我前几日送给他的那个奇怪形状的阵纸。 怎么, 康王大惊? 怎么会在姑的手里是不是, 萧正脸上笑意更浓, 昨日就应该是皇叔给众将士发君想的日子吧? 怎么, 还没告诉他们, 你们的金库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吗? 跟在康王和赵爵身后的将士们面面相去。 姑作主, 昨日已经帮你把君饷发给将士们了, 萧正看着目瞪口呆的康王。 康王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赵爵, 不是你说的吗? 金库绝对安全。 赵爵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我, 是你。 这些年, 他和康王四处敛贪磨, 一夜之间, 金库里的钱财都不见了, 他又怎么敢巨石上报? 我挑个眉, 刚想说话, 却被萧正一把拦在身后, 赵爵, 这是太子妃, 若敢伤他。 你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她是我的女儿, 这是我家的事。 他姓林不姓赵, 娘亲一身戎装忽然出旧, 身边跟着阿语, 是大内第一高手, 一品戴刀侍卫萧羽。 他们从小被大内高手收养为徒, 赐予皇家姓氏, 一辈子为皇子贴身护卫, 每个被皇上看中的皇子身边都会配备一个, 是死侍, 一生只效忠于一人, 就算让他们杀了当今皇上, 他们也不会有二话。 你, 赵爵惊讶地看着娘亲, 林四娘, 你怎么能进宫? 这是, 以后我慢慢告诉你, 娘亲歪着头一笑, 挥挥手, 带下去。 宫外严阵以待的士兵, 纷纷冲了进来, 大内总管推着轮椅走出来, 轮椅上坐着一个老者, 明黄色的镶金龙袍, 表明了他的身份。 皇帝, 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 皇上昏迷不能言语, 那么一切都是康王说了算。 可如今皇上看上去意识清醒, 那么就算他之前定了康王三子做太子, 此刻他也有权利当场换一个。 更何况, 外面的军事都冲了进来, 将康王父子和赵爵团团围住, 失了兵权, 又没了舆论优势, 什么都没有了。 大势已去, 兵不屑刃, 一场宫殿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平定了下来。 至于后续嘛, 我娘要给赵爵讲一个长长的故事, 林四娘番外, 我叫林四娘。 家中排行第四, 因为上头还有三个哥哥, 他们都为国捐躯了。 林家是皇室豢养的暗门, 主要负责暗杀, 刺探情报等所有搬不上台面的勾当, 所以我们的藏在暗处。 在外人眼中, 我们不过是一家普通的商户。 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虽然林家的儿女从小就必须学习所有暗门中的技能, 但爹娘并未让我参与任何任务, 一直到皇上倾信了他的弟弟康王, 而对林家产生了嫌隙。 皇上有不少妃子, 子嗣却一直存活不下来, 只有两个公主平安活到了五岁, 其他的不是胎死腹中, 就是活不过周岁。 皇上知道有问题, 但苦于查不出究竟, 便将新生的皇子送到康王府, 又对外宣称立康王三子为太子。 事实上, 太子萧征早已被林家偷偷保护了起来, 送去康王府的那个也是个假货。 皇上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林家也不见多的皇上信任, 只是林家只剩下我一个女子了, 他觉得好控制一些, 于是那些年, 我看上了一个来京城赶考的落地书生, 嫁给了他。 我这人平时也没什么大爱好, 就是爱美色。 那书生长得俊朗, 我便觉得和他一起生下一儿半女, 长相断不会太差。 但林家的事, 他一个平头百姓, 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沉溺美色, 将林家的事交代给手下各处, 和他回了家乡。 很快生下一个女儿, 这也让皇上对林家越发放心。 不过却惹来了婆婆的不悦, 觉得他赵家三代单传, 而我生了个赔钱豁出来。 银人本来就是我学习的暗门功课之一, 他一个山村野妇, 我也懒得跟他计较。 三年后, 赵爵重新应考, 中了进士, 并且很快在当地当了一个县城。 官不大, 但也费了我一些银子打点。 毕竟进士每三年就考, 不算多如牛毛, 但也着实不少, 朝中可没有那么多官职空缺。 任职下来的时候, 他很高兴, 觉得自己的才华 终于被人看到了。 见他高兴, 我也是高兴的。 我虽然远离京城, 但邻家暗网的消息依然会传来, 不久, 我听说康王会来微服私访病震灾。 这年是洪灾年, 山石常有滑落, 我让赵爵去巡视, 为的就是给他创造不经意遇到康王的机会, 只是他时运不济, 遇到了山石滑坡, 受了重伤。 我救了他和康王, 他昏迷之际, 大夫告诉我, 他上了经缘, 就算治愈, 怕也不会再有子嗣了。 我动了侧隐之心, 央着大夫告诉他, 是我受伤再不能生, 他全然信了。 他醒之后, 我让他就康王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 将来必定仕途坦荡, 平步清云。 果然, 他很快就外派, 回来不止当了县令, 还带回了一个抱着两岁孩童的女人。 我痛快地要了修书, 因为被修气, 我才可以带走林郎, 让他真正姓林。 我不要和离跟他一起抚养女儿。 至于赵爵,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 那个女人的儿子是怎么来的。 毕竟女子报仇, 十年也不晚不是吗? 监狱牢房内, 我摸着肚子, 挽着阿宇的胳膊, 看着已经有几分苍老的男人, 我怀了身孕, 已经两个月了, 不恭喜我吗? 他猛地抬头看着我, 你说什么? 很奇怪是吗? 我笑, 你有十二岁的儿子, 还有个五岁的女儿。 你就从未怀疑过吗? 自我走后, 他娶了无数妾室, 却只得一个女儿。 不可能, 不可能, 他眼神涣散起来, 撞死疯魔。 对了, 我跟我的皇帝女婿求了情, 留你一条命, 我带着怜悯, 为别人养了十几年的儿子女儿, 自己的亲生女儿, 却不愿当赵家人, 你可开心。 他会活着, 看着自己身败名裂, 不孕不遇, 子孙满堂。 赵家败了, 孙氏和妾氏们都各自跑路, 不过谋逆大罪, 当然不可能轻易被放过。 抄家是轻的, 灭几族, 那就得看我那皇帝女婿的心情了。 听说灭九族当天, 孙惠心抱着他那宝贝儿子, 当街大喊, 儿子不是赵爵的, 我儿子他不姓赵, 滴血认亲, 我要滴血认亲, 我儿子不是赵爵生的。 那天, 赵爵正被压在囚车中游街, 目睹了一切之后, 匡匡地撞向囚车栏杆, 可惜, 很快被人拦了下来。 我是个多么美丽又善良的人啊, 怎么会舍得他死? 暗门的手段, 想让一个人求死不成, 自然会有无数种办法。 此刻我正在对面茶楼嗑瓜子, 阿宇不让我多吃, 说上火, 不适合孕妇吃。 但我觉得周体顺畅, 琳琅日记, 我叫琳琅, 六岁起, 我就叫这个名字了。 我只有娘, 没有爹, 因为我爹, 不值一提。 我娘从小就找了最好的先生, 教我琴棋书画, 教我武功心法, 我过目不忘, 骨骼轻齐。 我看上了隔壁家 那个美貌的公子, 第一次告诉娘的时候, 他笑得花枝乱颤, 我儿果然跟我一个样。 我才知道, 那是当朝太子, 皇帝为了保住他的命, 一直由林家暗中保护。 我娘是个传奇女子, 林家是个传奇家族。 本来普通商户是我们的保护色, 没想到他离开那个男人之后, 不小心用力过猛, 把副业做大做强, 做到了北梁首富。 最终,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康王要篡位, 各方的情报都已经送来了, 我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 太子又是我看上的男人, 这件事, 高低我是逃不掉干系的。 我戴着面纱, 在同镜前练习了 千百次面纱掉落的场景。 狐媚术让我的眼神 带了勾魂夺魄的能力, 加上我这原本 遗传了爹娘美貌的脸, 事半功倍。 连面纱掉下的惊恶, 迟疑的时间, 我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高家兄弟果然神魂颠倒, 我要什么都给。 孙氏那个蠢货, 以为大隐隐于事, 只要将金库钥匙 丢在他外公的石库中, 就会安全无余, 林家的暗王早就收了情报。 青楼收的是情报, 当铺当的是性命, 赌方类的筹码 可以押上城池和皇位。 他们不知道的是, 林家如果想要押住什么消息, 这个消息一定会被保护得密不透风, 但林家如果想传什么消息, 那一定会传得人尽皆知, 就算是个笼子, 不让他听到这个消息 都算任务失败。 我的身世, 娘亲的身份, 放在高家的钥匙, 想瞒的瞒, 想放的放, 想知道的, 我们必定会知道。 要是到手的过程, 轻松到出乎我的想象。 一场篡位的阴谋, 兵不血刃便解决了。 娘亲找到了他的第二春, 还给我怀了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我以后就不会孤单了。 我问娘亲, 阿宇这么年轻, 你不怕他将来生了二心? 娘亲哈哈大笑, 你担心什么, 就算他将来背弃了我, 好歹我也拥有了他最年轻新鲜的肉体。 回头, 阿宇黑着脸走过来, 给娘亲披了一件披风, 冷声道, 年纪大了, 小心着凉, 还有, 别瞎跑, 当心孩子, 放心, 我不嫌弃你年纪小, 我当娘亲都十六年了, 有经验, 娘亲拉住他的手, 对年纪大三个字不以为意, 还勾了一下她的下巴, 媚眼如丝, 阿宇的脸更黑了。 我赶紧逃离, 免得吃一嘴狗粮, 不想撞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你对你娘的担心, 是不是也是对我的担心? 肖征看着我, 他从不在我面前自称阵, 即使他就在早就是万人之上的帝王。 我点头, 小时候的阴影, 我给你下了一道圣旨。 什么? 立储的圣旨, 上面没有名字, 若是哪一天我背弃了你, 你就把我杀了, 在圣旨上填上你喜欢的名字, 他盯着我, 邻家藏匿东西的本事天下, 第一, 你可以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 我皱眉, 我都还没孩子呢, 谁都行, 他停顿了一下, 当然, 最好是我们的孩子, 可是, 所以抓紧时间, 赶紧造一个。 他抱起了我, 嗯, 有点急, 筹谋来的幸福, 谁说就不是幸福。